今天我要帮我兄弟跟他喜欢的女生表白 帮你兄弟表白 对 他出院没有办法来 如果再不表白的话 那个女生可能就要从杭州回老家了 那那个女生你认识吗 那女生我也不认识 但我觉得她挑对象的眼光不打地 所以我就打算把画带到就可以了 你还带花了呢 不是 这是我兄弟体验定好的 他不想浪费 所以我就带过来了 那个女生在找人是不是他 是吧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 你也过来帮忙吗 那带个妹 什么忙啊 这个需要再加热 就你一个人 对啊就一个人 你没跟闺蜜吃了一块吗 没有啊 我问一下大力 哎你别管他了 对了 做了新美甲 不方便带一下 帮带一下吧 那个 要不还是你来吧 不是我也没什么啊 你给他带一下不就完了 是吧 那算我自己带吧 哎女生 我听说你要离开杭州了 也不一定吧 主要是现在的大环境太差了 工作累又赚不到钱 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开始卖生吃饼 来养活自己 那个大力跟你们是好朋友吗 对啊我们都是一个公司的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卖生吃饼 主要是大家是单身 所以经常一起玩 对 哎女人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 首先他一定要高 然后性格的话 开朗活泼 如果他能主动一点 那就更好了 那大力是这样子的吗 大力 他还比我高吧 啊 但是后面他就是不错啊 个子又高 一平又好 还会照顾人 我觉得他操受了做男朋友 别别 都是同事照顾你是应该的 那你对其他女同事也没有那么上心啊 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不是 我 不是 那你找他们来干什么 是大力想跟你告白 是我 你再装 他人都没来 你明明知道他是要给我们创造机会 我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来的人是你 所以你现在知道 我喜欢你 我也能感觉到你喜欢我 但是每次我向你靠近的时候 你总是无动于衷 你承认喜欢我有那么难吗 我 真的 爱你 我跟大力确认一下行吗 你是不是男人 还经过他的同学才敢喜欢我 你说啊 好你不说是吗 喂大力 想跟我告白是吗 行 我答应你 等会呢 我会倒数三个数 如果你们愿意接受对方的话 就转身并且拥抱对方 听明白了没 三 二 一 请转身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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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锅二 不 喜欢拥抱的身体 所以你你还喜欢我对吗 其实 我有想过告白 但是因为太熟了 我抱歉太空 但现在 我不想再拒绝 啊 啊 啊 哈哈 我想冒险 你去下心愿 我可能要和我闺蜜抢男人了 我去你要抢你闺蜜男朋友 不是 是我喜欢很久的学长 他好像和我闺蜜在一起了 可是当初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 那你找我们来是 就是想和我闺蜜公平竞争一下 问一下他到底喜欢谁 他们不会在一起了吧 我去问一下我就知道了 哈喽 我有问一下你们是情侣吗 看起来笑吗 不是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那个星星叫过来的 就是 他说的那个采访是吧 对对对 要不我们一起过去找他吧 哎 你平时这样约他们俩出来玩吗 对啊 因为我爸每个月都会给我 快什么费 但是呢 我自己又花不完 所以就这样带他们一起出去吃吃喝喝呀 哎这个包是 哦 我的 哎呀你快给我吧 人家都误会了都 其实我刚刚打探到他们俩都没在一起 真的 太好了 哦来了来了来了 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你今天不不在吗 要让阿杨陪我吃个饭 他一个人吃饭太可怜了 哦这样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嗯就聊聊嘛 要不我们去这边 走吧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俩是一个寝室的 完了寝室里面就我俩关系最好 就是好到买化妆品 他都一时两分给我带一份 哇 这么好的关系啊 好闺蜜嘛 哎 那我呢 哈哈你也好闺蜜啊 阿杨 阿杨是我们社团认识的学长 我请他吃饭 然后小阮也叫 当时我们就一起都认识了 那所以就是欣欣先认识的阿杨对吧 可能算起来的话 应该是先认识的小阮 啊 之前是有那个亲生报道嘛 他那时候跳了一个拉丁舞嘛 哦 那时候就是 超多人喜欢他 我也托人加了他的微信 然后 他没有通过 心心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之前不知道 现在 现在知道了 其实呢 我们是一个街头玩游戏的节目 心心现在缺一个搭档 你愿意来吗 呃 什么游戏啊 我们今天玩嘴对嘴咬糖果 然后中间要剩下一厘米 如果挑战成功啊 这个B字就送给你们了 一厘米啊 我们太犹豫了 说什么说什么你不是想放耳机吗 我有什么好怕的 啊对了 大家千万不要买贝斯耳机 因为用了根本停不下来 现在点击我评论区 我给大家送一千台贝斯色勒塞耳机 开心 一人咬一头 啊成功了一半了 来啊慢慢的 哎呀呀呀呀呀 好劲啊 不是全脑到脑上新年数了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哎 这次有希望哎 哎哎 我以为我以为我以为 哎 什么 哎那我我可以试一下吗 哎 哎也行 我没玩过 哦 哇好主动哎女孩子好主动 哎蛮顺利的 是神奥的万体 我们的爱情 是抽笔和安排的游戏 还是 下落人的傻傻放不起 你说可在我 哎我看一下这块有的 牛挑战成功 那这个贝斯洛斯耳机 就送给你们俩 谢谢 喜欢 皮做 看的资料就很好 颤道 你 就是看他们也挺般配的 我感觉自己好多鱼啊 他们俩刚才都要亲上了 别这样 玩游戏嘛 再说你今天来不就是为了 说清楚鱼 怎么了 没事 你说嘛 怎么了 没事 你该不会也喜欢他吧 你看不出来吗 你又没跟我说呀 我要是知道 肯定会把他让给你的呀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看他也挺喜欢你的 别别别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我们两个都去跟他说明白 看他喜欢谁 不管他选择谁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好不好 干嘛呢你俩 顾虑我呢 没有了没有了 是你太有魅力了 这样吧 这样吧 男生和两个女生先面对面站好 欣欣和小冉呢 都有一些话想对你说 要不然我先来吧 就是 其实我挺后悔当初没有加你微信的 因为 遇见你之后 我发现你完全都是我的理想性 但是不是都说好事多忙吗 所以我们晚点在一起也没关系 我 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嗯 阿杨 虽然我平时大大咧咧的 可能你把我当好兄弟 嗯 但是我今天还是想告诉你 我 我喜欢你 不过没关系 你要是拒绝我也没事 我们还可以当好哥们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男生做决定的时候了 两位女生先转过身去 我等会拿回倒数三秒钟 男生你愿意跟谁进一步发展的话 就站在谁的身后 三 二 一 女生请转身 我承认 其实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对你特别行动 但是 有些事情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 不好意思 欣欣 其实 这些话憋在心里很久了 但是我很怕讲出来之后可能 以后跟你连朋友都没得做 但是 我觉得今天不能再错过了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 好好笑 好好笑 我还以为你不会想我的 我还以为你不会想我的 宿舍那些包包你随便选 好啦我不打扰你们约会了 诶是得慢查信 别忘了啊 走二回啊 诶你先别走 一起和他们拍个合照吧 行 那那那我站在里面吧